好我們再看到這個部分 柯的民調現在有個致命的弱點是在哪裡呢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是網路熱議 三喀都的得票率現在狀態是怎麼樣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部分 在林佐水這邊提到 所謂的弱點就在於民調中 柯20到29歲呢支持度是領先的 就是年輕族群 但是30歲到39歲是33.7% 落後給了賴慶的39.6% 那麼其實我們去算一下 現在的30到30歲到39歲 其實往前推10年 就是當年的20到30歲 也就是最始終的鐵粉 但是經過這10年的時間 你應該變成鐵鐵鐵粉沒有 歲月的滔喜啊 鐵粉秀的一塌糊塗 現在已經掉下來 所以也顯示說 是不是柯文哲就只能專攻這些年輕族群 而當到達時間拉長之後發現 好像就沒有支持呢 這個地方可以留下來繼續討論 再往下看到PTT的熱議 現在侯友宜被正式提名了 換猴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麼最終的比數將會是 賴清德42% 柯文哲33% 猴友宜25% 賴清德會贏150萬票 在PTT已經有網友寫下這個預知文 2024幾乎已經結束了嗎 這個部分來看 怎麼專家來看看 是不是在胡言 還是真有這個道理 從這邊來看到這邊 郭正亮就提到說 認同這樣的預估 他認為這個PTT的網友熱議 是有道理的 柯跟猴會不會合流呢 這兩個人都還沒找到共通點 要讓人覺得 你們是勵志要做同一件事情 可是到現在說真的 柯文哲你還是不願意 說下架民進黨 再來 郭正亮還提到 金甫中上禮拜還特別打電話給我 說沒有主張要打柯文哲這件事情 這是民進黨故意說我的 那金甫中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好 往旁邊一看看到這裡 謝龍介怎麼說 他問猴柯柯猴配怎麼樣來做 他說政治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金甫中講沒有柯猴配 為什麼 因為他是操盤者 他要顧慮國民黨的主體性 他也說不能講猴柯配 是因為他要尊重民眾黨的主體性 這樣子的話大家就會產生一個空間 所以當初所賭定的沒有這樣的配合 其實還是有發展的空間 再來看到李乾隆提到 侯友宜朱立倫和王金平應該要展現誠意 換回鍋 讓侯友宜定於一尊 把民調拉起來才有辦法去提非律整合 好針對這部分其實每個專家 每個人都認為有他們的想法 我們一樣再次請到的是特別是議員 林真宇 嗨 真宇你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PTT的網友 其實他們坦白講所謂的做夢文 或者是說他們的預測文坦白講 都是有觀察的地方 也可以從剛剛的民調一直到PTT的 這樣子的整個內容來看 現階段他們的預估叫做民意的趨勢 那你可以看到各家的民調都可以顯示到 現在目前確實賴清德他就是穩坐第一名 但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其實兩個人現在真的目前還在拉扯當中 那在這一塊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林周水他講到說 10年前20到30歲的 死忠鐵粉經過了歲月的行李 現在秀得一塌糊塗 我覺得這一點我其實是要 提出一些些質疑的 你說在10年前的時候 應該那時候應該是318學運 但是你說這些人真的是完全 鐵桿的來去支持柯文哲嗎 很多人都會說得年輕人得天下 是不是得年輕人就真的能夠 勝選在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過去 不管是小英總統或者是民進黨 他們正在操作的 確實就是把年輕人的這個 支持率握在手上 但是你會發現現階段的 國民黨或者是民進黨 其實他們有一點點忽略了 年輕人現在的能力 現在的青年朋友 他們其實是自己自我的思辨能力 以及自主意識是非常的高的 並不是像過去藍綠他們選戰的模式 好像是說民進黨一海 或者是國民黨一海 他們就會各自歸位 現階段的我認為 20歲以上到40歲以下的 這一區段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他們都會比較偏向 是在中間選民觀望的地方 當然為什麼會比較偏向柯文哲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政治文化的改變 這一塊其實是青年朋友 也就是40歲以下 20歲以上 他們期待可以看到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 716遊行啦 包含到說現階段 為什麼各個網紅在做的網路民調 其實大家都會發現 大家對認同柯文哲的比例是高的 那當然年輕人的這一塊 是不是有在民調的計算範圍內期 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十幾份民調 年輕人的 接受到民調的比例相對的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你說質疑說 20到30歲 這一塊年輕人的支持率下滑 我不認為 反而是說在這現階段 其實在三位三喀都的狀態下 很混沌不明的狀態之下 其實這一批年輕人 他是站在觀望的角度 反而是說我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其實藍綠吧已經吵了這麼久了 但是現階段沒有看到所謂的 國政論述 以及國際和平穩定的政策方向 我覺得這一塊反而是說 這一批青年人 我們比較在乎的地方 就是因為現階段的2024大選 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在政治口水 以及政治的角力當中 還沒有看到說 哪一位真正能夠提出 對於未來國家的經濟面向 以及國政論述 以及國際的和平安全的政策方向 我覺得這個是蠻值得觀察的地方 為什麼20到30歲的這一批年輕人 他會比較偏向中間 以及經濟選民 這一塊就是其實三位候選人 甚至是到包含到郭台銘 都必須要去觀察的地方 所以你說他下滑 我反而不認為 反而是他們是 我往後收 我要看看你的表現 你要來說服我 我才會來去支持你 我覺得這是藍綠白三方 都必須要值得觀察的地方 那後來我們來講一下說 郭正亮委員 然後跟其實藍營的一些說法 你可以看得到 現階段的藍白 所謂的藍白到底要不要合 我覺得有一個很值得觀察的地方 民進黨他現在用 補院黨以及媒體資源的狀態下 一直不斷的去洗 告訴大家現在 白跟藍他們在談的就叫做政治分章 他們已經在分官位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 反而是所謂的非律 或者是說期待下架 執政黨的中間支持者 千萬不要被影響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藍白他們現在根本沒有要討論 所謂的政策論述 他們現階段只是想要來討論 怎麼樣來去分官位 我想要在這邊跟網友們來分享一下 如果一位國家領導者 對於未來國家的行政方向 沒有任何的破壞的話 這才是大大的危機 大家記不記得在前兩天 賴清德有講到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一定要特別來 跟各位網友來分享 賴清德說如果有機會 讓他來去520就職的話 他要沿用小英總統的行政團隊 各位這件事情是非常的可怕的 為什麼要這樣說 他要沿用 其實他現在正正的 才是在把這些官員 全部納入到他自己的行囊當中 你可以想像 接下來陳吉仲繼續執政 王美花繼續執政 這個是一個多可怕的狀態 難道台灣還要持續的缺蛋 缺電缺水嗎 如果再是這樣子的話 台灣真的會被民進黨搞爛 那其實郭正浪有講到說 那柯文哲還是不願意 下架民進黨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民進黨 民眾黨跟國民黨有很大很大DNA 不同的地方 因為其實呢 柯文哲一直在傳達的是說 不要用顏色來去區分 不要再去用所謂的政黨的意識形態 來去說服選民 因為本來政治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你要如何來告訴選民 我們並不是說要去下架某一個政黨 我們才可以來為國家做事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反而這一塊 我跟亮哥有一點點不太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當然選舉到後面 一定是要來去激化他的情緒 才有可能去獲得選民的認同 但是在這一塊其實台灣民眾黨 我們一直不斷訴求的是團結台灣 聯合政府 所謂的聯合政府呢 之前民進黨一直要來去打說 是不是說不管你任何的顏色全部都要納進來 我在這邊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觀點 當您的專業可以高於你的黨藝 你的專業可以超越你的顏色 這樣子才是對於台灣人民中華民國 大家的造福才有可能會發生 如果今天你是黨藝 凌駕你的專業 黨藝凌駕你的民意的時候 就會看到現階段 民進黨執政的狀況 真的是一塌糊塗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得 賴慶德他要繼續沿用 陳吉仲跟王梅花 這件事情實在太可怕了 所以各位我們一定要努力下架 無能貪腐的執政黨 這個我們一起來共同努力 好的剛剛有提到一句話 專業要凌駕於顏色 這點大家要正道注意 好我們感謝一下這個台北市議員 林真宇三題的回答 謝謝你 掰掰 謝謝正凱掰掰 掰掰 你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到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